大概現在動用全部國家的力量 在很認真地研究柯文哲 我也猜啦 你們昨天沒有看到 應該是大家連夜都在研讀那個電腦裡面的資料 看門口中裡面找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說了這麼多 柯文哲想表達的只有一個重點 那就是自己被司法迫害 全都是北檢不明事理 繼續營造這一切都是政治辦案 以後在北檢兩天的經驗 你那個資料這樣湊湊湊 那自己要編故事 太容易了 中華民國的司法機關變成跟名嘴一樣 每天在那穿著護衛在 不要說抹黑啦 就是這樣編故事 這是國家要的嗎 雖然吳寶請回 但柯文哲或許忘了自己還是被告 才剛回家兩天就大嗆北檢 東拼西湊捏造故事 公然挑戰司法 看在藍綠眼裡 這策略實在不妥 請這些政治人物能夠還給警察官 一個辦案的空間 請這些各政黨不要對於警察官下指導期 柯文哲先生過去的那些詐騙的手法 詐騙的手段在這一次的司法 的過程裡頭應該是用不上了 所以你還是要好好的面對自己的司法問題 恐怕柯文哲真的要好好想想 若是為了自保編劇本 絕對不是上上策 畢竟自身爭議交代不清 連檢只是依法調查 結果卻被東拉西扯 柯文哲早上罵天罵地罵政府 只是想要用他的自大跟謾罵 來掩蓋他的心虛 請柯文哲不要忘記了 你是法院認證的弊案被告 這到底是在玩什麼手法 你到底你是人格有問題呢 還是你一定要用這種方式來欺騙社會大眾 對柯文哲來說 北檢就是亂編故事 但看在各界眼裡 柯文哲恐怕才是這場故事的最大編劇 東森新聞潘明章 女士齊齊 周佩宇 台北報導